我们可以边走边聊 您是住上面一点是吧 对我住山上 黄土高步 这个离dontown市区相对近一些 对 然后它的房租也相对便宜一点 新移民的话 大家喜欢去一些华人比较多的区 你这个地方好像 我从来就不想 就是再回到这个华人比较多的这种地方 我之所以要论出来 也就是因为要远离华人 这个就是我的房子 小朋友你好 你好叔叔 你好 好可爱 就从这边每天早上一出门 这边的景色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附近住的应该 我觉得应该都是这个墨西哥裔 我发现这边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就是好像华人都挺怕这个墨西哥裔 然后这个华室基本上就是我们没有在用的 就是因为我们三个人经常就挤着一张 比较温馨 对 就是我感觉是这个地有点不平的 但是我没有拿水瓶齿凉过 你不知道 那边高一点这边低一点 是吗 我一眼搂过去我有这种感觉 这还有一间 这就是卧室嘛 嗯 然后洗手间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仓库 看胎药好不好 有没有计划生个二胎呀 我是有这个想法 好多人来美国第一件事就是先上海了 对我有这个计划和想法 但是老婆目前还没有适应 太适应 所以还是尊重她 需要一点时间 对 还是尊重她一下 对 对 十二月初来到的美国 现在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呃 对 半个多月 感觉怎么样 生活这一小段时间 呃 用我老婆的话 讲的话 就是 可能死也要死在这儿 为什么你老婆会有这么一种表达呢 挺激烈呀 这不 当然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表达啊 也有别的嘉宾说我这样的话 嗯 我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 就可能我老婆跟我结婚以后生孩子 他也慢慢变得平和了 平 人一旦平和就会变得 呃 就是观察或者 感受其他东西的这种敏感度会提升 嗯 你静下来了嘛 对 看到别的东西 所以 有这种国内的这种卷呀也好 还是浮躁的那种氛围 然后 一直被那东西影响着 你突然到了一个 哎 大家谁都不再去 那样的急攻击力 那样的 就是情绪化呀 或者说 呃 彼此没有界限感 总想着侵犯 彼此 或者说 呃 很多这种 不走心的表达 不走心的行为 然后突然到这里 哎 发现人可以这么的 直来直去 嗯 我我里边什么样 我就表达出什么样 我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就是想要静一点 图个清静 嗯 就是你别来搞我 就是中国是 我就算老老实实待着 不管是老板 同事 朋友 他消化不掉的 这种负能量 他时不时的 就会搞你一下 就这东西 我也替他很难过 因为他消化不掉 我也没办法帮他消化 因为这是他的选择 就这东西是无解的 你知道吧 在在那片土地 嗯 我估计 你你来到这边 是不是也因为这种 有感受 有感受 你看到了这一层 我我是 就是跟我老婆说 走的时候 大概19年 我提过一次 他不同意 因为那时候 我也只是随口一提 我感受也没那么的明确 就是没那么的清醒 然后结合这三年的情况 我老婆是慢慢的 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清醒 因为我也天天在他旁边讲 一开始他是很反感的 就觉得不要提这些 他反感 你提润这件事情 润这件事 只提过那么一两次 他这个倒还好 但是他反感 我提这些 对于这个 人性的一些认识还是 对 以及这个 或者说中国的现状的一些问题 对环境的一些不满的情绪 你跟他表达过 我不能说不满 我只是很客观的描述一些 正在发生的事 他就觉得不要再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仔细去感受过 他是觉得这东西无解 你提了只会让他更加的难受 过去我认为大一统的文化是最独流的东西 就大家不能有自我 因为集体主义 就是你一旦 有了个人的想法 就会被周遭的人给你摁下去 你不可以有个人的一面 你必须要 归于这个集体 就是大中华 大一统 我觉得这个是独流 包括儒家思想这些 但是我后来发现不是这样 那些东西别的地方可能也有 也有 大一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问题 或者文化的独流 我觉得真正的独流是 那片土地每个人的选择 他生下来那一刻 他就知道 这个东西叫选择 我们看起来像是我们主动的去主观意义上 当下我选A选B 不是这样的 你生下来那一刻就决定了 你能不能论 你能不能干什么 你能不能接受文明 接受别人不同的想法 还是接受集体主义 接受个人主义 这个是你生下来那一刻就决定了 所以好多人在埋怨说 骂也骂不行 你这个说也说不通 尤其跟上一代人 他们已经做了选择 所以你再去干涉他们 其实这能反映出来的是 去影响别人那个人的傲慢 你是什么人 你能去改变几千年的这种传承的这种选择 你改变不了 所以我是很绝望的 我不能叫悲观 是我真正意义上看到了这一层 可能不对 就可能太主观了 或者是太偏激 都可以 你们随便怎么说 但是这个是我目前的看法 也是我选择润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看到这一层 其实我18年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 我去了Vegas跟几个同事 Vegas还有LA我们都去了 就这附近的几个城市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片土地非常的好 因为那时候我就体会过所谓的人的这种直来直去的这种感受 我觉得跟国内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每个人都是人 他把你也当人 而不是什么身份 就中国人很奇怪的一点就是 你作为一个人之前就给你套一堆的身份先 你是儿子或者爸爸或者是某公司的高管或者是 反正是一堆的标签加在你人真正意义上内核的外面 然后你永远活不出自己 这边不一样 这边18年来的时候我感受最明确的就是这个 这边都是活生生的人类 然后很文明 就我早期是在叫北京的人人网 就是这个会被逼掉 不会吧 人人网是不是校园网 对校内网 我们大学时候都用嘛 校内网 对 然后在那边做游戏策划 然后做了四年左右 然后去了上海 上海的话也是做策划 然后后面转了运营港 做运营经理 后面又转了做商务经理 就是因为游戏圈的商务有个大问题 就是中国的游戏圈 他们不懂游戏 就商务就是要把自己的游戏 自家的游戏推荐给腾讯啊 或者是网易啊 这种大的平台或者渠道 要干这件事 但是不懂游戏 你就没办法做有效的沟通 所以老板呢 就把我淋上去做商务 结果一做做 就慢慢的变成了公司的CEO 就是属于副总这一类的 刚才说一句 你们公司有多大规模 大概三四百人吧 我这个规模很大了 你都是副总是吗 对副总 哇级别挺高的 对公司 这不是一般的打工人 也算是打工人 然后就有一点他这个往外投资的公司的那些股份吧 对但这些我都放弃了都没有 为什么放弃了呢 因为着急走啊 房子我都没有卖 没卖掉我就跑了 就是我在国内是有房有车 嗯 然后有高工资 然后有地位我也有身份 那至少在圈里头还算是 呃比较有所谓的这个身份吧 有地位 就你是在上海买的房子 房子没卖 没有没有在广东买的 广东的房间也也了不得 呃对也不算太贵吧 就就还好 但是就也没有卖掉就来了 就放弃了那些 嗯嗯 哦 你去跟妈妈玩 嗯 首先我得回应一下 就是我没有被方向影响 嗯 就所谓的那种外宣也好 还是 就什么所谓反贼小粉红 他们的言论在我这看就是 呃都可以看都当故事看 嗯 我我没有说信谁或者不信谁 没有这个样子就客观 我没有被这些影响 就是 我真觉得一刻都呆不下去了 就是我我要窒息的感觉 就我老婆也是 真觉得要窒息 就是九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 我孩子在上幼儿园 呃北京的幼儿园嘛 他中秋节要求他穿汉服 嗯 其实 嗯 但我们又不是这个汉民族 我穿什么汉服 对吧 这个倒能接受我还还好 但是 大概十月份的时候就问题来了 就你说三岁半的孩子 幼儿园要求他穿军装 然后 背军训 就是 九月份一次 十月份一次 十一 十一月份好像 九月还十月 这两个月 我回头可以把这些图片分享给你 就孩子们 前面站一排的军官 然后底下密密麻麻 穿着迷彩服的幼儿园的孩子 我觉得这个是很崩溃的 这有什么意义呢 小孩子这么小 为什么能搞这一套呢 呃 后来我也是在 在这个 推特上看见过一些俄罗斯的情况 嗯 就普京会 把把枪械带到幼儿园去给孩子们看 我不知道这个是 怎么怎么去讲 这个让观众们自己去 解读就好 就 对我来讲 我是本能的 凭直觉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劲的 嗯 我一刻都忍受不了 其实我也听过别人 我国内朋友提到这种 这种说法 他说你可能这几年没在中国待 哎 你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催化 每个人心里面呢 也不能说是怒气 也不能说是怨气 反正很复杂的东西 把很多世界上各行各业人都逼到了一个临界点 所以我就想他他提过 所以我想请教你 因为你也提了 到底什么临界点呀 要爆发了吗 嗯 有些人是因为这个客观的环境的或者物质的这种问题 就是经济上的问题 嗯 他们达到这个 房子断供了 实在没钱了 有这种情况 还有些人就是像我这种的 就纯的 我没有那些的问题 就是经济上我还好 我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真的是内心层面 嗯 因为你每天比如说你今天骂我一句 还好 对吧 你不能见天的骂我 嗯 明天还骂 你时时刻刻在骂 我扭过头 转过头 发现这边这个朋友也是骂我 也在搞我 也不一定是骂 真的是搞人 搞心态 为什么呢 停不下来的 这帮人 你不是你都已经做到这个高管了 我相信跟那下下级的之间存在这种竞争或者勾心动用 应该不存在了吧 嗯 我去的那个我后来去的北京嘛 北京那边几乎是一人之下嘛 就是老板 然后就是我嘛 嗯 就他给我是充分的信任 就是完全的放选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是梦幻般的游戏公司的状态 就是我可以随便 这个状态 对啊 公司上其实还好 但是你会发现老板天天在骂别人 我是很少被骂的 对 因为我是去外边转了一圈才回那个他这个公司的嘛 但他每天在骂人 底下的人 其他的人就是状态都很不好 还有我说的其实公司的问题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外部的 你总要面对 你总要面对比如滴滴的司机 你总要面对快递小哥啊 或者送外卖的 总要面对他们 保安 他们身上就是 就恨不得 就总感觉他是 一直在杀人和忍住不杀之间徘徊 就是可能 也不叫底层吧 就是他们这些 呃 服务业 对服务业类 可能跟收入也挂钩 因为他确实 会会面临一些吃穿的问题 吃穿住的问题 他身上这些根本消解不掉 对 你一说一提醒 我还是理解一些的 你像他们这些服务业 他们这个 一些打分的机制啊 对 规定这么细 把人 要 你要逼人去去伪装嘛 他明明他心情不好 他要装作心情好 让客户给他打一个分 可能遇到下面的客户啊 就普通人 在自己的角色里面也不开心 他们可能会发泄到这些 这些服务的人员身上 对 那他们就不断的羁押 不断的羁押 就像你说的 就在杀人和不杀人的临界点之间呗 就是 怎么说就互害嘛 是吧 互害型的这种 底层互害 底层互害 真的很恐怖 就我在这种大游窩里面 真是自身难保的这种状态 疫情当然有他 他背后的问题 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我只说人 人这个层面就是 没有办法把对方当人 就我是很希望 把人人都当人的这种环境 我也确实做得到 去感受别人 然后体会别人的处境 然后把他当一个跟我平等的这种 我在公司里也是 没人叫我 不可以叫我什么男总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加总 你可以叫我南极 也可以 因为我真名字就叫南极峰嘛 可以叫我南极 或者叫我 就是我过去 他们喜欢叫我老师 老师 对 这个是因为我有一个 特别不好的毛病 我好为人师 我喜欢给别人讲一讲 然后就是别人调侃我 给我的老师 后边更严重 就是这帮人觉得 老师都不够用 管我叫校长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 就是用了十几年的这个网络上 你称就叫南极校长 这么来的 这其实是我一种自嘲 嗯嗯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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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